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参会行事 与中方嘉宾一起 读懂中国故事 共享中国智慧 本届会议为期三天 设置了开幕式 逐指演讲 平行研讨会等议题 围绕大变局 大考验 大合作 中国现代化新征程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 深刻解读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 向世界充分展示 中国积极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 和坚定信心 受疫情影响 本届会议采用线下为主 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进行 数百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知名政治家 战略家 学者 企业家 就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 文化建设 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展开深入交流 共同探讨在前所未有的 大变局 大考验面前 如何分享中国经验 凝聚共识 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合作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 大疫情 经济大衰退 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 中国必须更深刻的了解世界 国际社会也必须更好的认知中国 这次读懂中国会议 很即时 很必要 对于增进中国和世界的交流和沟通 对于世界稳定 繁荣与和平 意义重大 这种类的適合选择 对交流和调节 尊重大利亚 我们最好的关注 实际上 建议和公共识论 和取得 从最最好的识导 几次的评论 第五届两岸青年和平发展论坛 继两岸青年创新大联盟2020年会 20号在北京举行 两岸近200名嘉宾围绕和平发展创新的主题 展开交流研讨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 在开幕式上表示 希望本次论坛能进一步深化和扩大 两岸青年交流 加深两岸青年的了解与沟通 成为传递两岸青年有益的纽带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龙明彪 在致辞中指出 希望台湾青年朋友成为民族复兴 国家统一的参与者奉献者 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媒介者推动者 与会的媒体人梁顺龙表示 希望用网络架起两岸交流桥梁 因为这几年的话 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非常的快 而大陆在这方面的发展 比台湾可能要更快一步 我们也希望台湾的朋友 能与大陆的朋友一起合作 共同促进媒体行业发展 同时也把我们两岸的合作和和平理念 传输给每一个民间的年轻人 包括我们的媒体人 在主旨演讲环节 五位两岸青年分别就青年如何沟通交流 创业就业 以及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贡献等议题 进行了分享 在对话环节 八位两岸青年围绕后疫情时期下 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与使命担当 进行深度交流 平均每三个台湾的失业者 就有一人是大学生 所以我在此也 我这次开会的时候我也呼吁 那么有关部门如果可以的话 事实上能够转变 以前对台青的这种政策资源的扶持模式 也就是把过去由政府主导 政府政策支持 转变为政府引导 以及民营企业支持 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模式 两岸青年创新大联盟 2020年会推荐了重点项目及社团 举行了以拥抱新时代 同心祝梦想为主题的极限沙龙 活动中还公布了大联盟 新进会员企业园区 台湾合作社团名度 举行了大联盟与北京国际电影节 组委会等合作方签约仪式 启动了北京国际电影节 与团载圆妞合作项目 海峡两岸音乐文化交流活动 与海峡两岸青年影视文化周 多家台湾媒体20号 援引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美国环保署长惠勒计划12月率团访台 推动海洋保护合作 民进党当局上下大呼欢迎 不过有台湾网友认为 没安什么好心 纽约时报19号报道 美国环保署长惠勒 预计12月初率团访台 台所为驻美代表萧美琴 当天晚间向媒体证实 惠勒确实将访问台湾 台外市部门主管吴钊燮 20号受访时表示 我们自从邀美国的环保署署长 来台湾访问 这个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 吴钊燮还宣称 在过去一段时间 有很多美国高层官员来台湾访问 象征所谓台美关系非常紧密 却是我们正在安排当中 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 我也亲自致电给环保署长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张敦涵 20号也就此议题声称 台美各层级与各领域的互动交流 一直是双方长期以来 共同努力的目标 对于美国高层官员访台 台方表示欢迎之意 双方也持续就本案进行沟通 若有相关进展或定案 也将由台外事部门事实对外宣布 报道指出 惠勒如果成行 将是继美国卫生部长阿扎 美国务院副国务卿克拉奇之后 四个月内第三位访台的 美国内阁官员 对于惠勒将访台一事 绿营上下欢欣鼓舞 不过纽约时报毫不客气地指出 惠勒此访是乱花美国纳税人的钱 因为即将卸任的他 这个时候理应与幕僚 忙于交接给拜登政府 这趟访台费用 包机得花超过25万美元 再带上10个人的代表团 三天的费用4.5万美元 算下来这一趟就得花近30万美元经费 纽约时报直批惠勒 跛脚出访不合时宜 对于惠勒计划12月率团访台的消息 岛内网友也批评称 不知道美国这次又来推销什么东西 没安什么好心 不少网友担心 这次该不会要开放进口环境废弃物和废料 还是工业废弃物 不会是想要把垃圾拿来交给台湾处理吧 对于惠勒计划率团访台 20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与接触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在有关重要领域的合作 中方将根据形式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 台军一架F16战机日前从花莲起飞进行夜航训练式失联 台军方持续进行搜救 20号台防务部门主管严德发表示 20号完成了9个航线初步音频探测 另外台军所谓参谋组长黄曙光 20号前往花莲督导搜救任务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空军第五连队26作战队长蒋正志上校驾驶的F16战机 在花莲外海坠海 台军方持续进行搜救 台防务部门主管严德发表示 台海军列雷舰之前所探测到的音频信号有9个点 已经分别提供给专业的打捞公司 20号打捞工作按计划完成9个航线初步音频的探测 我们不放弃所有的希望 要把蒋队长找回来 优先到这个已经接收到信标信号的九海旅的点位探测 据了解台军方打捞任务最重要的关键 为失事战机黑匣子与飞行员遗体 其中包括驾驶舱通话记录器和飞行资料记录器 即使坠海也会持续发出讯号 电力可以持续到30号 这些将是未来战机事故调查的重要依据 此外台军所谓参谋总长黄曙光 20号前往花莲督导搜救任务 召集台海陆空军与台海巡部门了解最新的搜救进度 台湾媒体报道称 黄曙光要求台空军出动P3C反潜机 在海面上500米进行搜索 随后透过台海军船舰声纳系统 确认飞机可能的位置 最后将资料整合后 透由民间奥戴利斯号执行打捞作业 黄曙光称 此次任务攸关军星士气 以协请台海巡部门支援搜救任务 针对海面找寻有无飞机残骸游渍等迹象 另外在路面上 由台军官兵持续在海岸旁 以定点与巡逻方式搜寻漂流物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20号 第11度赴台立法机构进行施政报告并被质询 国民党金明代不满民进党当局放宽 还莱克多巴胺的美珠进口 继续占据台立法机构异常 苏贞昌仍无法上台进行施政报告 台立法机构第十届第二会期9月18号开议 苏贞昌自9月22号起至11月20号 累计11度赴台立法机构想要进行施政报告并被质询 但都遭国民党金明代抵制 占据一场不让他上台 拜托国民党的立委能够让我早日上台 向全体报告施政 苏贞昌20号上午再度前往台立法机构进行施政报告 国民党金明代占据官员席被寻台及发言台 并摆放先道歉再报告等标语 抵制苏贞昌报告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要求苏贞昌就民进党当局 放宽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盗窃 还要求当局开放美猪进口前赴美实地茶厂 对于全部的进口莱猪要有特别祸好 不仅如此 国民党倾全党之力参与22号的秋冬 20号也搬来新道具粉红猪来到一场前 道具上标示有我是莱猪 蔡英文下台等文字抗议 包括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在内的众多蓝银名带身上 也都统一穿着反莱猪顾健康的黑衣 抢着与这只道具猪合影 号召民众一起上街反莱猪 我们用我们多元的创意 多元的广告要告诉蔡政府 我们不允许莱猪进口 台行政机构近来风波不断 包括开放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 前发言人丁一鸣因牛肉面风波请辞下台 加上最近的中天新闻换照被挡 被迫关台等等 身为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苏贞昌 也成为舆论的重视之地 苏贞昌19号上午在行政机构会议上表示 有错就要认 有过就要改 称自己会深切检讨谦卑 任何做得不够不好 请部门同仁与各界随时给予指正指教 他也会自我检讨 不过外界对于苏贞昌的质疑 显然不是光道歉或检讨就够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罗志强 19号爆料 指中天新闻关台 是蔡英文的一时三鸟之计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农历年前后将要下台 罗志强说 刚开始关中天的幕后主导 是去年把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 骂下台的苏贞昌 目的就是为了2024年台湾大选布局 要让亲苏势力抢下中天新闻空出来的52频道 然而最新的发展是 蔡英文早就对苏贞昌的跋扈不满 也不耐 他决定将计就计 藉由关掉中天新闻和开放莱猪 引发的强大民怨 当作扳倒苏贞昌的杠杆 在农历年前后拔掉苏贞昌 罗志强指出 这是蔡英文的一石三鸟之计 一来可以换掉他以忍无可忍的苏贞昌 二来可以拔掉对其监督最用力的中天 三来可以制造寒蝉效应 让其他媒体向他跪服 苏贞昌以为他是捕蝉的螳螂 却成为黄雀口中可口的午餐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19号直播节目也表示 苏贞昌的下台时间 应该在2021年过年前 他领完年终后 且他万万没想到 对于自己遭到王世坚爆料 很可能在2021年领完年终就下台 苏贞昌20号受访时 仅低调表示 人生的剧本怎么写 我没有办法偷看 但我一定全力以赴 对于相关传言 裁判发言人张敦涵表示 蔡英文目前对于台行政团队 没有改组规划 且蔡英文充分信任苏贞昌 及其领导的台行政团队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否决中天新闻台换照案 12月11号直照到期就要关台 所控出的频道 也成为各家媒体争夺的焦点 国民党及明代赖世宝 20号受访时表示 现在看到绿营中 不同派系在争识这个频道 包括新潮流 海派与其他派系的 民进党吃相非常难看 中天新闻台换照案被否决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 陈耀祥日前抛出 希望把控出来的频道 给公广集团的华氏 而台湾中家网络旗下的 频道代理商 全球数位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在第一时间也发函给签约的 12家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建议提供 环宇新闻台替代频道 中天新闻台控出来的频道 争夺战正如火如荼开打 台湾媒体报道称 由于创办环宇新闻台的 华为集团董事长王志龙 与民进党新潮流系等 政商关系向来良好 拦下律上已成定局 国民党籍明代赖世宝 20号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现在看到绿营中 不同派系在争识这个频道 最离谱的是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陈耀祥 居然指定公广集团 不知道陈耀祥有什么权利来指定 这不是要接受各界的申请吗 现在看得到要申请的新闻台 基本上都有派系的影子 包括新潮流 海派与其他派系的 民进党吃相非常难看 他指定就代表是 他应该是贯彻苏贞昌的意思吧 现在主委是毫无独立心可言 陈耀祥为了保住他的光位 所以一切的发言都是 以苏贞昌后面的老板为主 赖世宝也说中天新闻台也有一些救济的法律途径可以做 假如中天新闻台申请假处分成功的话 暂时就可以保住现有的频道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都已经开始抢了 就让人知道 绿营当政 吃相 真的非常难看 近期民进党当局各种压霸 荒腔走板的施政作为 引发台湾民怨沸腾 尤其中天新闻台换照遭驳回后 更是点燃民众怒火 今明两天都将有民众上街抗议 今天下午台北自由广场将举行集会声援中天 呼吁大家勿望 1118是台湾新闻自由已死的日子 明天的秋斗游行 预计也是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有台美转述一位民进党籍明代的说法 最近几次争议事件 台湾似乎再次弥漫着 2018年九合一选举时 讨厌民进党的味道 台湾联合报今天的社论文章指出 这两天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主管陈耀祥推荐的 公广集团 以及与民进党新系交好的环宇电视 都已跃跃欲试 要争抢中天空出的第52频道 到时候 民众再怎么转台 都跳不出青绿媒体的电波 这次关中天事件让人惊讶的 并非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以既定任务灭掉了中天 而是苏贞昌 蔡英文两人 对于民进党当局 钳制言论的形象 如此毫不在意 也折射出民进党所谓 民主进步精神的加速败坏 据台湾媒体报道 有许多岛内猪农 本打算参加明天的秋斗游行 不料近日竟然有台警方表示关切 不仅降问行程 甚至直接来到猪农家巡逻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 今天发表评论文章 表达了强烈的愤慨 文章表示 在台湾淳朴的乡间 警察用电话和拜访展示威慑 在岛内新闻传播界 停照关台竖起了杀鸡儆猴的旗帜 威权的民进党当局 正无所不用其极的 要让台湾人阴雅无声 但岛内民众愤怒的声音 杀得死吗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和舆论 相关报道的梳理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毛叫酒赞助播出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病机直播的海峡舞报 继续来看新闻 国民党籍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在今年6月遭到罢免后 在台湾引发了一股罢免潮 台选务机关20号举行会议 审查通过民进党籍桃源市议员 王浩宇的罢免案 将在明年1月16号投票 另外 罢免五党籍高雄市议员 黄杰的第二阶段联署书也达标 在20号完成送件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选务机关20号表示 王浩宇所在选举区选举人总共315143人 法定联署人数应为31515人以上 该罢免案符合规定的联署人数为 33362人 以达法定联署人数 依规定由台选务机关宣告罢免案成立 台选务机关表示 罢免案将于明年1月16号投票 依选罢条例规定 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 且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 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罢免案即通过 对于罢免案被通过 王浩宇20号回应称 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未来的两个月将会是非常艰难的时刻 另外罢免五党级高雄市议员 黄杰的罢杰总部20号一早 将超过4万份的第二阶段联署书送到高雄市选委会 报道称 黄杰所在的高雄市凤山区选举人数为29万4千多人 根据选罢条例 第二阶段联署需达到选举区选举人数的10% 也就是约2.9万份 但是为了展现气势 也怕资料疏漏遭到剔除 因此罢杰总部准备了4万多份的联署书 其实我还是秉持平常心 就是每天都是在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家人还开玩笑跟我说 希望我被罢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我太累了 等市选委会通过审查 公布这个投票日期之后 那高雄市党部我们将配合 然后鼓务我们的支持者 踊跃出来对不适任的民意代表 来积极罢免的民票 台湾媒体报道称 11月20号送出第二阶段联署书 大约在40天内 可能会在12月底 就会公布查队结果 并在20到60天内 举办罢免投票 但是由于2月中旬 遇到农历春节假期 因此罢免黄节最慢 农历年后就会见真章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 卫视病机直播的海峡舞报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定小组 20号表示 无论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病情如何 都不推荐他们使用 由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生产的抗病毒药物 瑞德西维进行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定小组 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组成 他们基于一项新的证据审查 给出了不推荐使用瑞德西维的建议 该证据包含四项国际随机试验的数据 涉及7000名新冠肺炎住院患者 在彻底审查了这些证据后 世卫组织指南制定小组得出结论 瑞德西维对新冠肺炎住院患者的死亡率 对呼吸设备的需求以及住院时间等 没有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瑞德西维是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 研发的一款抗病毒药物 原计划用于治疗埃博拉出血热 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 尚未在全球任何国家获批上市 瑞德西维是目前使用 比较广泛的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今年5月批准了瑞德西维的紧急使用授权 随后英国等一些国家的药监部门 也批准了瑞德西维的紧急使用授权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感染新冠病毒后 也接受过瑞德西维治疗 世卫组织在今年10月 就披露了相关研究结果 但生产瑞德西维的吉利德科技公司 对世卫组织的研究结果表示异议 称世卫组织的研究结果 和其他一些研究不一致 目前还不清楚那些批准了 使用瑞德西维的国家 是否会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 取消紧急使用授权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病机直播的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20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欧盟现已签署五份新冠肺炎疫苗采购协议 能够确保未来12亿剂疫苗的供应 接下来欧盟还将进一步加大疫苗的采购力度 冯德莱恩说 疫苗将帮助欧洲民众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在此前一天举行的欧盟峰会上 冯德莱恩透露 欧盟委员会最快有望在今年12月 批准两款疫苗的上市使用 欧盟成员国需要就此做好准备 制定疫苗接种计划 并为公众接种疫苗做好动员 当地时间20号下午 美国密尔沃基市一购物中心附近 发生了枪击案 造成多人受伤 目前伤者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暂时没有人有生命危险 当地警方已经派出了75名警员 封锁案发现场 并对涉案嫌犯展开搜捕 案件具体细节仍然在调查当中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我是管毅 我们下期再见